好,各位骑友大家好,那这晚骑是10月10号进行的一盘往骑 由黑方范婷玉对战白方深圳旭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双方都选择新小木 之后黑骑手脚,白骑手脚 然后继续走定式 白骑挂脚完之后拆边 开局就是一个铺立板的格局 然后黑骑逼住 因为白骑想要扩张左上的模样 所以说白骑夹过来 形成两翼张开 黑骑跳起来,白骑跟着跳,继续扩张 之后黑骑封锁 接下来的话,白骑是先往这点一个 这一手骑是一个好次序 因为白骑想的就是黑骑这里联络存在问题 黑骑是补一手的话,白骑再往脚上补骑 这样外面多了这手骑的交换 就留下来一些味道 以后在下方掏空,手段也会变多 实战的黑骑就想破坏白骑的意图 脚上补补的话,那黑骑就捞空 往二路漏一个 白骑靠回 接下来的话,黑骑总体的一个思路 还是利用白骑这里的断点 先把白骑的脚控掏掉 我们来看一下AI的建议就是黑骑长一个,长完周刺 然后把脚上这两颗子断吃 这样的话,白骑贴下去虽然说有一个二路脱过的这个后门 但是黑骑脚控已经拿到手的情况下 这个收获还是非常大的 并且黑骑现在是个先手 直接往中间飞出 黑骑也可以成功置固 这样黑骑不错 实战的黑骑直接飞三三 也是先掏脚 白骑二路斑足度 黑骑跳回 接下来白骑跨盾 这个地方黑骑的选择就非常多了 反正黑骑不能直接往前藏 直接藏的话白骑贴住就把黑骑贴死了 所以说黑骑可以考虑往这挤一个 这手骑是一个举步秒手 因为白骑如果说沾 那黑骑再连回 这样的话白骑再往路爬 黑骑搬头 白骑这两颗子就死掉了 所以说黑骑挤的时候 白骑不能沾 那只有寻求转换 白骑二路爬收起 黑骑双打吃 沾上提掉 白骑再往路打 这样的话 黑骑虽然说脚控并没有获得多少 但是至少下方这块骑已经活干净了 接下来黑骑只需要把左边这三颗子出头就可以了 实战黑骑选择拐打 那白骑反打先手 然后再沾上不断 黑骑靠出白骑单场 这个地方看上去有一个挖针 但是黑骑挖针之后外面这个断 黑骑是不敢断的 因为自己下面这块骑太薄了 所以说黑骑继续往前压 白骑单场 黑骑再飞出 接下来白骑往二路虎一个 这个地方反正白骑不走的话 以后黑骑刺一个也是先手 虎一个 不过这手骑现在对于黑骑来说 并不算是一个先手 黑骑应该走得大局一些 可以这个时候往旁边挖针 这样的话黑骑外面就变得更厚了 然后再虎下来 这手骑也算是一个先手 因为白骑想要杀黑骑脚上的话 这个地方肯定得补 不然的话以后被黑骑挤一个之后挡下去 然后一路打持 还有问题 白骑团住 作演的话 那黑骑直接打持 然后把这里这手单并交换掉 白骑沾上黑骑就可以往中间这里出头了 这样的话 首先黑骑下方这里的眼位还是比较丰富的 所以说并不怕白骑像打入这一类的手段 最多也就是掏空 对于黑骑的死活并不产生影响 除此之外 黑骑中间这里出头非常顺畅 也带有一定的潜力 然后左下角这块骑的话 白骑如果说想要吃掉 那只有往一路立 后手吃 这个收获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白骑多花了两手骑 这样的话 黑骑可以再往左边掏空 所以说如果黑骑选择把脚上这块骑弃掉的话 其实这个格局黑骑就已经打开了 实战黑骑挡住 那白骑新手便宜 然后再往二路停投 其实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出来 跟刚才的变化图区别是非常大的 虽然说黑骑现在也可以往中间这里出头 但是下方这里的根据地被白骑破坏的话 那白骑再打入或者说把黑骑分段 黑骑就比较危险了 所以说走到这里的话 黑骑最好还是在下方补齐 这样白骑左边一路立 交换掉 然后再往中间大飞的话 至少对于黑骑中间大龙影响并不大 黑骑还是可以回到左边这一带掏空 利用白骑的保卫 瞄着旁边的跨段 以及左边三路跳下去 做根据地 这样黑骑也有得下 实战黑骑选择这个时候出头 那被白骑往右下角碰完之后扳 黑骑就要被分段了 之后黑骑断打 然后白骑反打 反打的话稍亏 AI的建议就是白骑直接尝出来 黑骑最为顽强的下法就是贴住 然后白骑断打完之后直接扳头 黑骑拐回 这样黑骑局不安定 但是白骑在脚上这里 还有继续封锁的手段 可以直接点过来 打驰沾上 然后利用一个大气子 把脚控全部给黑骑 然后紧出黑车器 从而把外面全部包扎住 这样的话白骑首先把黑骑右边的这个模样破坏掉 然后右边这里变后的话 对于黑骑中间大龙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而且黑骑右下角其实 所增加的目数并不多 这个是白骑比较大局的一个下巴 不过按照正常来说走成这样的话 肯定是想要先把下面这块骑吃住 所以说白骑实战选择反打 反打完之后沾 黑骑虎一个 白骑拐回 虽然说正下的话 白骑稍微降了一些胜率 现在黑骑有十几的胜率 但是 这个局势很明显还是白骑优势 因为首先就算黑骑以后往前冲 连续冲之后断 然后这个二路斑是黑骑的先手搜刮 白骑还得再补回去 但是毕竟这里还是增加了一些目数 第二点就是黑骑右边这里虽然说形成一块模样 但是这块空想全部转化为目数的话是比较难的 首先左边这个缺口没有补掉 然后右边还必须要拆边 实战的黑骑是先拆边 然后白骑点刺 这个地方其实黑骑已经不太好跟着硬了 因为战的话白骑冲完之后双一个 那黑骑已经封不住了 非要这样围的话 这个空已经缩水了 然后A的建议呢 就是走不好的地方先拖先 黑骑可以先往上面这里小背 又可以出头 又可以瞄着左边这里打路的问题 这样的话先把这里处理好 然后再看右下角如何定型 实战的黑骑选择冲 那白骑反冲一手 黑骑也不敢挡住 挡住的话被白骑再往这冲 就算把白骑断开的话 黑骑外面各种断点 这里味道也非常差 所以说黑骑选择单瞻 然后白骑冲出来 黑骑现在可以把这个地方走得非常厚 直接往前连去长就可以了 但是黑骑也来不及在右边补骑 唯控 因为白骑这里走得越厚 对于黑骑左边大龙影响就越大 所以说黑骑 场一个的时候白骑冲出来 黑骑就不敢继续往中间走骑 把白骑撞后了 实战的黑骑还是直接回到左边打路掏空 不过现在黑骑到处都牵了一手棋 像中间这里黑骑没有长出来的话 这个后保就差别非常大了 以后白骑可以断打 搬这里黑骑的气是非常紧的 所以说白骑走的话 黑骑只有跟着一 以后白骑可以把中间变后 然后黑骑右边的空也会被白骑压缩 实战的白骑还是继续震头 那黑骑再往中间搬过来 黑骑现在又是想掏空 又是想把中间这里走好 但是每个地方现在都比较薄 接下来白骑断打先手 然后直接往右下角碰 现在白骑的一个思路呢 就是左上这颗打入的黑子 白骑可以先不管 现在黑骑右下的模样已经形成了 所以说白骑肯定要先掏空 由于白骑中间这个断 包括断完周长 都是先手的情况下 多了这两颗子 那白骑在右边腾罗就会更加的得心应手 所以说白骑先往右下角碰 黑骑二路斑白骑再往上碰 左右开弓 黑骑斑白骑再长 这个地方黑骑单瞻的话 肯定更为扎实一点 脚上这个二路斑就是一个后手了 但是外面的包围圈并不是非常牢固 白骑接下来有这种脱断的手段 右边不一定非要做活 主要是多了这里的借用之后 中间的断点就会更加严厉 像这里断完之后白骑贴住 跳出来 右边要打持联络 黑骑补一手 那白骑再往中间断 这样形成作战的话 完全就在白骑的掌控之中 所以说黑骑还是压过来 这个地方只有忍痛 割舍这个二路斑 以后白骑斑的话 坐眼是非常容易的 接下来白骑往三路拖 扩大眼位 然后黑骑斑白骑站上 现在又让黑骑非常痛苦了 站上的话 这个二路斑白骑也是个后手 但是白骑右边 这四颗子想要做活是非常容易的 上面可以先斑 爬一下 然后脚上点刺 还是有一些先手 接下来直接往路 扳完之后一虎 活骑 黑骑外面 以后这个地方冲断 还有一些保卫 所以说只要白骑在右边 能够活出来一块 不在乎这个活的目鼠多少 白骑都是非常满意的结果 实战黑骑 直接站在这 干脆就把外面补后一点 那白骑继续要路半 这里想杀白骑已经不可能了 比方说黑骑往上扳 那白骑右下角这颗子又拍上用场 这个时候白骑可以反扳 反打 然后再断打 把黑骑这颗子吃通的话 白骑也就活了 如果说黑骑想把白骑全部封住的话 倒是可以先往路段 不过这样的话 反打白骑提 黑骑沾 白骑要路半 黑骑脚上补补补 补的话白骑先手和骑 不补的话 以后白骑可以往三路打吃穿出来 黑骑的角控也会被白骑全部掏掉 所以说黑骑不管怎么下 现在都比较难受 实战黑骑反扳 那白骑直接打拔 这里先拔一朵花 等黑骑后手吃住这四颗子 白骑脚上顶住 黑骑打吃完之后沾 然后白骑做火 这个立方白骑还是要先稳一步 如果说不往这坐眼的话 被黑骑往四路点刺 那白骑右边是活不了的 因为黑骑外面太厚了 那是黑骑的铜墙铁臂 所以说白骑做火 现在黑骑右边的空被白骑掏掉一块 那这个全盘的目数还是非常的紧张 接下来的话 黑骑虽然说肯定能发现中间这里的问题 这个地方挺头 可以把自己联络完整 但是来不及 因为这手骑能给黑骑带来的目数 实在是太少了 所以说黑骑只能硬着头皮 往左上角这里掏空 先往二路漏 白骑虎一个 黑骑继续往左边寻求联络 外面虽然说可以把白骑靠断 但是这个地方反而会害了中间大龙 因为黑骑靠出 然后跟白骑长一个交换 是会影响黑骑中间这里出头的 左边继续做火的话 那白骑往中间直接斑断 断打打吃穿出来 那黑骑大龙要死 所以说黑骑还是想要直接联络 变一个 然后二路拖 白骑半断 这个地方白骑还不让黑骑连回 确实黑骑也非常麻烦 拖完之后如果说黑骑挖 那白骑打吃 黑骑断打白骑体 这个地方还是要形成一个截针 这个截可以说对于白骑来讲 就是一个无忧截 而且截才非常多 比方说像中间这里断 而且白骑因为左边这个一路立 也是一个先手 黑骑脚上要补齐 多了这个一路硬腿 黑骑如果说在上面补断的话 那白骑二路这颗子还可以联络 所以说在这儿打这个截 黑骑也是没有任何前途的 只战黑骑刺一个 刺完之后连回 然后白骑单战 接下来黑骑想要把白骑冲断 但是当白骑扳头的时候 黑骑又陷入了绝望 因为这个时候黑骑猛然发现 不管是断在哪里 都对白骑没有太大的杀伤力 比方说黑骑断在这里 那白骑往一路立 还是可以把左边这一串连回 并且这手骑刚才我们说到 也可以算是半个先手 黑骑脚上补补的话 白骑往脚上一路点 直接就把黑骑点死 而且上面这几颗骑筋 黑骑也吃不住 白骑拐打之后 直接往上贴住 扳回就可以了 黑骑中间还牵了一个扳断 脚上也牵了一手骑 那这样黑骑又头疼了 实战黑骑断在外面也差不多 白骑冲黑骑打 然后白骑往中间扳 黑骑要是随手反扳的话 白骑断打完之后打吃 就把左边这条大龙又吃进去了 这个黑骑本身目数就已经不够了 再死一块骑那就差了更多了 所以说黑骑没有办法 只有冲出来 白骑往前冲 拐打先手 然后再往前停头 黑骑拐住先手 先出头 然后再断 白骑往一路里 这个地方 黑骑现在已经不能在脚上补了 再往脚上补的话 白骑上面小间封锁 同时把自己联络 那黑骑左边 这块骑要防止白骑往路点破眼 杀黑骑 中间这块骑要防止白骑飞风 这样的话 黑骑必死一块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能看出来 黑骑在布局的时候 当白骑往下方露虎 黑骑挡住 这手骑下的是非常缓的 一直让这个中盘都受到影响 现在黑骑脚上还不敢补 然后黑骑实战先往外面靠出 把这块骑跑出来 白骑跟着跳连回 黑骑长一个 然后靠出 白骑单退 现在让黑骑更为绝望的是 就连白骑左上角的空 黑骑都没有办法破坏 因为黑骑虎下去的话 白骑这里挖毡 黑骑是有两个断点的 沾上面 白骑就断下面 而且黑骑从这里冲出来 只能让中间大龙直接死掉 因为上面冲的话 白骑的空全都不要了 白骑这里多了一堵围墙 直接往中间拐头 那黑骑这块大龙全死 并且黑骑的收获 仅仅是破掉白骑上方的空 对于白骑左上角 也是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黑骑往路爬一个 爬完之后 还要防止白骑往左边按路点 把黑骑断开 或者说直接靠下去 也可以断开黑骑 所以说这个地方黑骑只能自己先做活 那白骑往路斑 也可以做活 胀下黑骑就差了更多 所以说实战黑骑往这碰一个 这个也算是一个局部妙手 我们来看一下这手骑是想干什么 白骑挖黑骑打吃 如果说这个时候白骑粘的话 那黑骑刚好挖盾 这样的话就可以看出来多了这颗紫 白骑四颗 骑金就死掉了 黑骑左右两边连通 但是就算这样下的话 白骑也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黑骑落一个后手 这样的话白骑往左下角一路点 直接把黑骑点死 转换白骑非常便宜 实战白骑算了 就是想把这里补好 那就先虎一个补断 然后再粘上 这个地方已经出不了棋了 黑骑要是靠上去的话 断白骑打 黑骑打吃 白骑可以沾 刚好松出来一口气 不过这样的定型 就是会差一个先后手的问题 现在白骑落一个后手 黑骑就可以把左下角这里做活了 不过现在这个局势已经确定了 黑骑确实也没有翻盘的机会 白骑往中间一提 非常厚实的一手 黑骑中间大龙还得继续跑 以后白骑像这种跳 瞄着跨段 黑骑都是必须得补的 然后得不断的往右边 成一个联络 这样白骑就可以把上面 这个大路补好 实战白骑还要继续索取 所以说往二路小飞 先掏掉脚控 黑骑大路 白骑尖33 也是选择非常简单的一个变化 这里靠压的话 就稍微复杂一些了 黑骑搬完之后 打吃冲出来 白骑断打 当然黑骑不能胀 不能长 不然的话外面 这两颗子就要被白骑争死 不过黑骑可以胀 反打完之后 从这里传出来 这样的话 白骑如果跑 黑骑冲 然后可能把白骑 左边这块骑卷进来 这样对于白骑来说 就没有必要 这个骑 反正优势已经非常大了 所以说怎样简单 怎样下 白骑就尖33 活骑 黑骑要如托 想搜根 最终白骑顶住 黑骑认输 因为这个骑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 上面是完全没有骑的 黑骑联络 白骑往路飞 先围住边控 黑骑自己还要再跳出来逃跑 那白骑往脚上做活 黑骑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翻盘的点了 那这盘骑 黑骑的问题主要就是在左下角这里的处理 一个就是白骑往路路虎的时候 黑骑脚上就不应该继续挡住了 直接把这块骑弃掉 把外面大龙出头 然后把下方补一补 这样的话 黑骑的格局非常不错 这里补骑的话 主要是下方这块骑的根据力受到影响 然后 让白骑在右下角碰的时候 直接把这块骑吃住 其实对于黑骑来说也是比较伤的 还有就是在下方这里的定型 白骑选择点次想要掏空的时候 黑骑这个地方粘也不是 往左边粘也不行 那就不应该继续走了 应该先把中间这块骑往前出头 瞄着左边要打入白骑的空 实战黑骑非要跟着粘 让白骑从中间一路冲过来的话 黑骑右边的空也来不及为 然后再导致左边这块大龙 又处在白骑的包围圈之内 所以说黑骑后来越下越累 又要制估 空也来不及为 然后又被白骑断开 形成长后攻击 左下角这块骑也受到连累 最终 那黑骑虽然说分别活骑 但是全盘的目数已经差得非常多了 好 那这盘骑就给骑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到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骑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